那我先上去做作业了 去吧 做完功课早点睡啊 好 爷爷奶奶 我上去做功课了 殷杰怪 怎么样 那今天菜合一口味吗 那当然了 你这手好厨艺啊 似合我三十几年了 虽然很久没有下厨了 但是味道还是那么可口 爸妈绝对是饱到位了 好 喂 阿敏君 怎么了 阿姨 阿姨 你怎么会这样 妈 妈 你怎么回事 妈 我跟她敏君留在家里的字条 爸你爱你告诉我 我妈有没有危险啊 崇敏 你别太着急了 医生说了 阿姨没什么大事 但是她有糖尿病 进得血糖低 所以输液给她补充糖分呢 崇敏 你别太难过了 还好阿姨没什么大事 对了 敏君去办住院手续了 好 谢谢你啊 宝敏 崇敏 你不用客气 其实 我刚才看见阿姨 躺在地上的时候 我腿都下软了 我腿都下软了 可怜 你哭了吧 乖 崇敏 我看云阿姨躺在那儿 就像看见我妈妈一样 好了好了 别跑了 一会儿再来 哎 敏君 哎 沯玛阿姨怎么样了 哦 正在休息呢 一会儿再休息呢 嘭 比如说 玉玫 这到底怎么回事 敏君打电话来说 说你妈在家里昏倒了 把我吓死了 妈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玉玫阿姨她惊吓过度 血糖变低 所以她昏过去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要留院观察 王董事长好 请问这 这位是我太太 董事长夫人您好 你 你是方宝林 是的 董事长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从明天开始呢 我不想去公司上班吗 为什么 我妈本来就身体就不好 现在又上了恐吓 我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 所以我打算以后 二十四小时都陪着她 二十四小时陪她 那你能陪到什么时候啊 楚明 我觉得班还是要上的 更何况你一个大男人 二十四小时照顾你妈 多不方便 少华 我跟你不一样 你有爸有妈 有儿有女 而我呢 我只有我妈一个人 所以 我不照顾她 谁能照顾她 我可以照顾她呀 家里还有敏君 我们可以照顾她 再说我们家里这么多人 广耀 之前我就跟玉梅说过 叫她搬到家里来 可是她就是太客气 我想这次啊 她一出院 就直接把她带回家好了 何丽啊 这事啊 等玉梅醒过来 你得征求求求她的意见 不用问她了 这事就我决定了 就这么做 一定要搬 爸 听妈的吧 你这样 这一次 家里多了一个玉梅阿姨 可能你又要更辛苦了 放心吧妈 我很愿意 崇明 你这个阿姨 人还挺好的 谢谢大家